在家庭和工作当中 你如何评价自己 在家庭中我觉得我 算是一个70分的妈妈 就还可以啦 那30分是损失在哪里 我在学校的功课上 没有盯得太好 暑假的时候说 豆有没有暑假作业 没有 没有 耶 我们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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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到最后倒数第二天的时候 邻居太太打来说 那个你们作业写完没 我说 什么作业 暑假作业 我说 有暑假作业吗 我女儿说没有耶 因为我女儿说没有 我就相信她 那工作上呢 我也觉得我70分 我太给工作人压力了 因为要赶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其实可以更认真点 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我所谓的更认真可能是 多准备一些 比如说多看选手资料吗 多去做研究吗 但是我都用很漂亮的谎言 去掩盖了这些 应该做 我就说 我不要跟他们太近 这样我知道太多不好 我会有太多个人情绪 事实上就是偷懒嘛 所以我觉得 主持人呢 有时候偷不偷懒呢 我觉得 内行人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我工作上 还有 还有进步的空间 我最后 我间感到